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围绕今夏海域翻船事故 两岸代表四天内八次协商 皆已破局收场 双方在追究责任与道歉上存在争议 在八轮协商后 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台海巡副署长许敬之 及舰队分署长廖德成等谈判代表 于2月27日上午突然退房搭机返台 当时柜台人员问了一句 结果好吗 他回到解决了 由此可见许敬之是为了要保留颜面 他退房后便回了台湾 可他退房这件事 大陆代表红十字代表却并不知道 让他们非常的错愕 有台媒对此进行报道时 采用谈不下去的标题 并声称大陆代表对此毫不执行 难道台方真的打算破罐子破摔 谈不拢就撂挑子不干了 事实上 这是对岸一些媒体虚张声势的言论 台当局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先桌子不谈了 他们恐怕是回去请示谈判底线 或商谈后续事宜 果不其然 据岛内联合早报27日下午报道 台方代表返台向高层报告谈判过程及结论 原班人马将搭当天下午的班机返回金门 并与大陆代表做最后的协商 谈判原定昨天下午5点举行 后推迟15分钟 于5点15分开始 台海巡署副署长许敬之与多名下属官员 与大陆代表持续闭门会议长达一小时 第九次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双方讨论的焦点 还是围绕在究责认错 与要求海巡人员公开道歉三个问题上 目前 关于这起事故 我方立场鲜明 要求台当局公布真相公开道歉 赔偿并严惩有关责任人 然而 台海巡署提出 在最后的文字报告用词上 可以使用致歉二字 而大陆代表团坚持必须使用公开道歉 而关于赔偿金部分 台海巡署愿意使用抚慰金字样 金额为每位死者人民币140万元 对于遇难者家属要求 领回扣押的事故传之与死者遗体 台相关部门也不同意 这背后必然存在极大问题 金门地方检察官调查指出 两船确实不止一次发生碰撞 下午一点多撞的船 海巡署在下午四点 才在船舱内找到最后一名被困的渔民 当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全案已朝过失致死罪的嫌疑侦办 这意味着涉案人员 恐面临五年以下刑事责任 如果根据台方的要求改成致歉 虽然是一字之差 不过却有很大不同 类似的危机事件有代表性的是 2001年的中美撞击事件 当时两国对立的情况比较严重 双方民众的情绪也都起来了 我驻美使馆与美方沟通也变得困难起来 甚至被取消面谈 只能发传真沟通 展示我方政策态度和立场 当时国家领导人给外交部的指示是 你道歉我放人 外交部后来就是根据这六个字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让美方道歉 从英文上讲 apologize是正式的说法 然而 美国一开始拒绝道歉 只表示了遗憾 regret 围绕这个道歉的措辞 中美双方进行很多次的谈判 最后达成一致 第一是 美方向遇难飞行员王伟的家属 战友和中国人民道歉 第二是 美方对未经中方机场塔台口头许可 就降落海南陵水机场进行道歉 后来 美方在给中方的致歉信中 就道歉问题用的措辞是 very sorry 翻译成中文 就是申表歉意 这可能是当时拿到的最好结果 否则 中美关系就会僵在那里 金门事件虽没有中美撞击来得严重 但却十分相似 致歉意味着对象可能只针对涉事渔民和家属 而且不一定是官方的公开道歉 台方如果只是书面致歉 那就意味着 还是没有认识到自身错误 之后还有可能事件重演 对于台方寻求书面致歉 台岛内部表现出不一样的反应 台海巡人员私下声称 明明是大陆渔船越界捕鱼在先 台方依法行事 结果因为一场意外 还需要追究责任 书面致歉 刑事处罚 对基层执法人员有很大的士气打击 若因为政治压力而道歉 那以后都不用执法了 通过台海巡基层人员的反应 就可以窥见整个台海巡部门的现状 那就是不承认自己做错 不想道歉 对此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表示 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 台湾方面对人命的态度 没有同胞感情 也没有人道主义 这个就很严重 台海巡部门应该是想要避开 执法过当这个罪名 执法过当是台当局的问题 如果是业务过失致死 那就是个人的问题 海巡署倾向于先通过相关单位 给予大陆渔民遇难家属抚恤金 并且找到让大陆认为 已经表达歉意的做法 这样处理之后 后续相关的单位 仍然可以进行检查和认定 而且对于海巡署的正常执法 也不会妨碍 并且认为 直接先给抚恤金 这个做法在之前 也有过类似的先例 可以看出 海巡署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 想尽快了结这件事 但是在表面上又不想道歉 还在幻想以后继续执法 然而 对于海巡署的做法 大陆渔民家属接受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两名渔民不幸遇难这样的事情了 而是牵扯到了主权 海巡署所声称的所谓的主权海域 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存在的 更没有所谓的越界行为 海巡署的认知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所引发的后果 只是被集中在了2月14号撞船之后 一下子迸发出来 并不是短期之内才存在的 不排除大陆真正的恶霸 对于手无寸铁的渔民 台当局都雄雄极恶 这与美西方打造的无辜形象不符 一旦台当局道歉 就表示 他们在此次事件中是过错方 就会致使自己和背后的美国 陷入不利的舆论境地 以后还怎么指责大陆 以大蹊跷 当前台当局很可能是打算胡搅蛮缠 将时间拖下去 企图蒙混过关 台方一直用证件有效期这种下作手段 来试图在谈判中占得先机 台陆委会向遇难者家属和洪会人员 签发的入台证 有效期只有三天 导致部分参与协商人员被迫提前返程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当前大陆方面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让步 并且耐心有限 28号 多艘渔船和多艘海警船 同时在金门海域活动 其中海警2202件 2203件逆时针航行 海警14604件 14608件 顺时针航行 27日 白天就有七八艘海警船在金门出没 晚上同样有三四艘继续巡查 也就是说 大陆海警是24小时不间断执法 而且一天出动的数量在11艘左右 中国渔民已经重新开始在金门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海警绝不容台当局再侵犯同胞的合法权益 也绝不允许悲剧事件再度发生 随着大陆方面的执法力量进一步加强 对岸委部门所谓的生存空间 必然会被不断压缩 留给台当局招供的时间不多了 到了我方掀起惊涛骇浪的那一刻 海巡署再想道歉 恐怕就没机会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